超人不要M8很好 还记得陈柏林在五年前主演的电影《变身吗》 也因为这部片 大人哥和女主角Poppy Lady的婷轩大上线 就看拍到大人哥在家门口四处张望 过没多久 另一名全身包紧紧还戴口罩的女子 就这么刚好的从陈柏林家走出来 而她就是Poppy Lady的婷轩 婷轩看来已经能自由进出大人哥的家 而且陈柏林进来都在大陆拍戏 婷轩就这么巧的能抓住大人哥 回台的时间 拥有一双大眼睛在台上载歌载舞 可爱又活泼的婷轩是女团Poppy Lady的成员 五年前拍电影和陈柏林结下情缘 时间过了五年陈柏林始终没认爱 当初和婷轩疑似亲密床照曝光时 陈柏林生气谴责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踏伐的是 就宣传人家隐私的那个人 对然后我觉得重点不在于 大家做了什么事情 而是在于有人就是不受伤别人的隐私 这回又被拍到女房自由进去大人哥的家 陈柏林说婷轩只是去拿东西 婷轩却说是参加朋友聚会 说法不一依旧让人补萨萨 记者李梦昌楼乡特别报道 12月28日起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让爱飞扬